看圖鴉都不一定要走入後巷 鬼鬼祟祟 最近SOHO區多了很多圖鴉場 有不少仍是大師級作品 想知道到底搞甚麼? 一起跟我們來看看 為了慶祝NSB進駐香港20周年 ANIS親自選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八位藝術家 砌閘上環繳街頭藝術展 我想都沒想過 小學雞時代用的油粉菜 一樣可以滑牆變成街頭藝術 不在初心裡,那是小學 跟這個技巧 我講到的 fragility 第一層是一種人物 它是給大家 有不同層的層 我放了每個層的層面 一層的層面 然後層面像是 宇宙、外面像是白色、黑色、死、生命 我認為這是一個圖片 一個圖片的圖片 我想 Philip的另一個系列 但玩空間 作品在兩層玻璃之上 再看穿街景 不知道你又會看到甚麼呢? 藝術展當然有本地僵 就是為他先力 傷環他一早就留了不少腳毛 但這次竟然不玩字形改畫水蜜畫 對,因為我本身喜歡寫字 但像中文一樣的英文字 OK 這件事會有香港的表現 明明你是香港 你又是英英的 但又是中國 其實這幅牆 用筆是無法畫的 因為生氣 所以改用噴漆來做生水效果 但老闆很有風格 然後他又說 我不想要字 我有沒有畫一幅畫 確實很繁泰 你看看後面的字 也不是我寫的 那些字也是老闆寫的 OK 是的